大家好,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上一节课已经跟大家说过 怎么为你的直播和录音的房间去做隔音 那今节课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做吸音 让大家的直播和录音做得更加专业 能像我这样子成为一个没有流量的网红 上一节课教大家隔音的方法 已经可以隔断外界传进来的声音了 但是仅仅做了隔音是不够的 我们还得在房间里面做吸音 吸收房间里面多余的分享 为什么我们要吸收这些分享呢 原因很简单 如果房间里面的分享太大 会非常影响你的语言清晰度 让观众听不清你说什么东西 老感觉你是在厕所里面做直播 说话总是伴随着厕所的分享声 那就酷该了 不过听到这里 可能有些唱歌的同学会问 那直播唱歌是不是就不用做吸音啊 免费的厕所分享多好啊 你想得美 现实恰好相反 除非是做了升学装修的房间 不然房间自带的分享 通常是没啥好听的 只会让人感觉你在厕所里面 边拉屎边直播唱歌而已 而且直播唱歌都是后面用设备 加分享效果的 如果你人生录进去的房间分享太大 那后期就很难处理了 人心百万的调音师也救不了你 就好像你往自己身上套了一对 泡泡烂烂的衣服 已经该帮长老一样了 你说后期怎么可能把你变回一个小仙女呢 所以无论是玩录音 玩唱歌直播的同学 你都需要在房间做适当的吸音 把多余的混响吸收掉 那怎么判断房间里面的混响是不是大了呢 很简单 你拍一下手 或者吼两嗓子 如果你听到很大的混响 那你就需要做吸音了 那吸音怎么做呢 要买那些很贵很贵的吸音材料吗 那肯定不用了 其实只要是软的东西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吸音效果的 例如棉被 沙发 地毯 窗帘 挂布 毛龙龙的公仔 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吸音效果 或者你也可以买一些吸音棉 贴在墙上 这个也是很便宜的 当然土豪同学还可以买一些 Squid Squid的多孔吸音版 那做吸音我们要把房间里面 所有的混响都吸干吗 那肯定不吸咯 其实我们只要适当的吸走一部分的混响就可以了 吸太多也是不好的 会让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干很dry 所以我们还得适当的保留一点点的房间混响 而且除了要做好吸音以外 我们还需要适当的做一些扩散处理 就是利用不平整的印制材料表面 去散射声波 把反射声打散一点 这样子会让你房间里面的混响好听一点 不会像厕所那样 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房间里面那些平整的表面减少一点 例如瓷砖长臂 瓷砖的地板 我们要把它们的表面变得凹凸不平的 地板我们可以铺地毯 墙壁我们可以挂一些挂布 或者放一个书架 而土豪同学可以买一些Squid Squid的 木计扩散板贴在墙上 当然房间里面的杂物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散射效果 所以把你的房间搞得像垃圾堆一样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来的 好了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其实自己做吸音和扩散并不难 我们利用生活中常见的东西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虽然要做一个专业级别的录音室很难 但是做一个合格能用的家庭直播录音室 确实很简单的 大家不要小看吸音和扩散 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你会发现你录音直播时 房间里面的混响又大又不好听 想要后期处理也是处理不了 所以做好吸音和扩散 就能让我们的直播录音事半功倍了 好了 吸音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再讲讲 怎么去选择 合适自己的直播录音设备 还有想购买录音直播设备的同学 可以淘宝搜索 愤怒的调音室 对就是这一家 写着愤怒的调音室的店哦 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 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 谢谢谢谢支持 好了 进节课就上到这里 想随时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终极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嗨 咱们 以下 无论设备 无论价奋路 无论价阱 无论价太强一副 无论价地 无论价太弱了 无论价太弱了 也可以订阅我的价 无论价太弱了 特别生太弱了 无论价太弱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